北京楼市延续了十一黄金周的良好开局 银食橙色十足 数据统计 10月北京市二手住宅网签辆为17367套 环比增长30.8% 同比增长63% 市场热度显著提升 10月份北京楼市的合约度明显提升 自去年4月份以来的这个新高 主要是受到几个方面因素影响 第一个的是政策的推动 第二呢是这个高需的入场 也推动了楼市的活跃度的提升 楼市的活跃不仅体现在千元量上 供需态势与买卖双方心理也发生变化 北京链家数据显示 10月1号至10月30号 新增客源量同比增长超四成 新增房客源比例由1比10变为1比13 卖方话语权略有回升 某中介机构门店经理李奇宣称 有客户未看房 在晚高峰打车50分钟赶到门店 这在以往比较少见 往年的10月其实说还比较冷清的 这个实验从930出完政策之后 整个这个待看量 包括说我们忙碌感 肯定比每年都要强一些 早晨的话我们七八点钟 就可能有这个约好的 这个要看房子了 你包括前两天 我们有一个这个客户 打车50多分钟下班之后 都赶着晚高峰过来来看房 李奇宣介绍 截至10月30号中午 该门店已成交22单 10月份呢一共签约了五单客户 其中有一个客户呢 是10月26号上的户 然后上完客户之后 当天待看了两套房子 27号复看了这两套房子 选择了其中的一套房子 约谈到最后签约 总共成交周期呢是两天 这是京西某中介机构的 签约服务中心 可谓附近约150家门店 提供签约网签等服务 工作人员透露 10月以来 特别是周末下午至晚上 20个签约室和三个谈判室 基本约满 下午四五点左右 然后以及到晚上八九点 九十点以后 这都是比较集中的 上量的一个阶段 刚过去这个周末的话 就是平均每天的预议量 大概都在九十多币 然后这个实际的签单量 也都是在四五十币左右 新房市场方面 中止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 10月1号至27号 北京新房成交面积 约48万平米 环比九月同期增长48% 30号下午 记者在茶阳区 某新开楼盘现场看到 售楼部各个角落 都有销售在接待客户 楼盘营销经理表示 项目10月13号开盘 截至目前 400多套房源 区化率已超30% 我们开盘的时间是10月13日 整个扑原park是400多套 然后现在是卖了180套 整个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的 今年的10月 在整个24年全周期来看 不管是项目的来访量 跟成交量和之前相比 几乎是200%的一个量的增加 业内人士认为 在多方有利因素支持下 北京等核心的 一二线城市的市场预期和信心 会将进一步抵振 市场交易量也会逐渐筑底恢复